128 128 要破世界纪录了 对 现在场上重量已经架到了128公斤 这个成绩也是去年在世锦赛上 泰国选手创造了127公斤的停举世界纪录 如果提起这个重量也创造了廖秋云自己 本人在比赛当中个人最好停举成绩 我想廖秋云今天应该具备这种能力 从刚才122的这一把情况来看 感觉余奈还是很大的 毕竟作为这个级别 加36公斤 这个跨度其实已经是挺大的 对 如果是起来的话 总成绩也达到了224 可以这么讲 224这个成绩已经是世界水平的成绩 对 好 我们在这里预祝廖秋云 最后一把市局128公斤成功 并且呢如果成功的话 将第一个在亚锦赛上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 女选手 对 女选手 对 女选手 一个男选手已经打破了五项 老王同志很放松啊这笑容 张国正略有一点点紧 主要是翻载 对 翻载 要反弹做好 走 二十 二十 好 应该是有了 好 送高 送起来 好 撑了 撑了 有了 又一项世界纪录带上了 又一项世界纪录 又一项世界纪录 非常漂亮啊 应该说今天廖秋云 除了抓举的第二把 有一些遗憾之外 对 整个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漂亮的 停举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同时收获抓举停举总成绩三倍金牌 总成绩也是超过了自己赛前的预计 预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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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224 王国欣教练非常开心 对 我们也向他表示祝贺 对